MAKE IT FAN MAKE IT RIGHER 那你來看 今天帶大家來看 愛德國籍的演進 來啦 雖然我們已經在其他的影片有錄出過了 但我們還沒有正式好好介紹一下他們 那在這之前我先問你們 為什麼需要戴太陽眼鏡 耍帥 看MAKE 不知道在看哪裡是不是 戴著可以這樣看是不是 太明顯了 這樣就太明顯了吧 OK 不管是耍帥還是看MAKE 都有道理 更重要的是 其實就是要 黃沪本的眼睛 我們在從事戶外運動的時候 不管是騎車 跑步 打球 我們在長時間的跟太陽的接觸情況下 久了 其實是一點一點到什麼 眼睛的傷害 其實我們現在在拍攝的時候 打的燈也是有點強 要戴起來了嗎 我先戴起來好了 有了 待會吧 太急了吧 繼續 你好奇怪喔 不管你從事什麼運動 只要是戶外的 會追到太陽的 就是一定要把眼睛保護好 因為久了都會發生病變 到時候就會擺內障啊 青光點什麼都會出現 不要以為 沒事 就是久了都會影響 送的就是 保護眼睛 保護牙齒 骨骼強壯 康祈健蓋 我最愛 保護眼睛 骨骼強壯 康祈健蓋 我最愛 開明是對的嗎 負錢 剛才應該要負錢 OK那就是從我開始介紹我的眼鏡 這邊我們收到說他的紙盒兩張紙 其實我覺得蠻有質感的 不輸大廠牌 我們就不講名字了 愛德也算大廠牌 沒有不輸 國際 他這個紙盒真的 這個觸感 他就真的很棒 然後紙盒打開都是眼鏡盒 眼鏡盒打開 就是眼鏡 那眼鏡現在拿出來呢 當然是眼鏡沒錯啦 但是除了眼鏡以外 他還有附一個這個 眼鏡布加上眼鏡帶 他的材質其實蠻柔軟的 我們應該都拿到一樣的吧 那我必須提一下這個盒子 我覺得真的蠻厲害的 再講一次 不輸國際大廠牌 他的這個價格 每個眼鏡都有附上這個盒子 他的 防護效果是相當好的 好了不要衝動 那我提一下 為什麼我會選擇這支Space 我們一般打球的眼鏡 可能就是到這邊 更低可能就像 到這邊而已吧 三分之二 或是有的是這樣子的 他是兩片鏡面的 那這個的影響呢 就是當你在看球的時候 可能會突然有死角 然後或是眼鏡太小 沒有在跑動的時候 可能你要一下亮一下 一下亮一下按 落差 誰在玩燈啦 不要玩燈啦 搞定被啦 但是這隻戴上之後 我的視覺是統一的 一般黑 然後也不會有特別的視覺 我現在 不管看什麼地方 都是一樣的顏色 街球的判斷上 我覺得 比較不會受影響 這是我選擇他的原因 然後還有一點是他的顏色 他有出很多款顏色 在這邊 那我會選擇這個顏色是因為 我很喜歡這種 淺藍色 天藍色的色系 我覺得 很好看 剛剛提到的 他除了 顏色 然後他的視角以外 他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他的穩定性 劍角跟鼻墊 他有基金屬 他可以做 可以凹的 對他可以做調整 去適合你的臉型 那你戴上去之後勒 基本上你在 激烈的運動 你才跑動的時候 你在聽一些 重金屬 對 剛剛這樣我超好訓 這裡面是有進四片是不是 什麼頭黑暈 我剛剛晃太大力 我為了證明那個效果 我犧牲多少 我真的是很子華 而且我覺得穩定性 對於運動選手來說 我覺得是很推薦的 我自己帶去打球的時候 他不管是看球的 球的那個點 他不會整個黑掉 然後還有一個是 我剛剛一直提到的 穩定性 他不會跑到半掉下來 眼鏡畢竟也是前邁的 尤其我們打棒球 那個紅塗那麼粗糙 所以我覺得 穩定性比什麼都重要 結果再補充一個 就是因為無視角這一塊 像我們有戴眼鏡的人 如果我們戴一些比較粗框的一點 眼鏡架比較粗的話 我們可能在有些地方 真的會有死角 然後看一般的那種 太陽眼袋的時候 也是會 可能抓不太好的距離感 有時候會發生這種事情 你剛剛說那個黑框 有點像 開車A柱一樣 沒錯 真的 就是你轉彎的時候 轉過去的時候 欸 幹 怎麼在這邊 怎麼在那邊 就是這種的話就不太會 他的也是Space 那只是不過他的 有不一樣的地方 我之所以選這個粉紅色呢 不是因為我喜歡 其實是我喜歡啦 因為我想要戴眼鏡 這種配件 當我們的一些魅力 已經沒有像以前 這麼好的時候 我們就要靠一些裝備 那種裝備 你要不要聽一看 你在做什麼 我會覺得這很好看啦 就這樣 就單純喜歡這個紅色啦 對 顏色就是個人喜好 這個東西沒有對錯的 那我怎麼有點 羞恥的視線 因為我是有近視的人 然後有近視的人 大家都知道很難去 找到一個 適合你的 太陽眼鏡 要嘛就是我可能 以前是掛一個 掛外面 然後每次戴出去 都被小馬笑說 那是3D眼鏡 從滑拉幹出來的 然後難怪球打不到 太 太 太3D了 這個是有配度數的 它有個厲害的點就是 因為我這是環形 它的技術是可以做到 你看哪個地方 其實都是一個 正常的度數 因為像我們一般的眼鏡 就是平面 有一點 有一點弧度 但都是基本上平面為主 平面的東西 你不用在於 你的眼睛看到哪裡 其實我眼鏡一直有在動 但是這樣看不到 這一項算是 艾德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做出 弧形的度數 比較少見到的 而且有度數的 運動太陽眼鏡 其實在我們國內也很少見 厲害的地方是 有度數的這塊是內卡 它不是硬加的 我們以前會碰到 碰到有一種就是 眼鏡裡面會有兩個小的台子 一般的太陽眼鏡 可能再加一塊 透明的度數這樣 它的是融為一體 整個合在一起 那我有個問題 比如說你剛拿到太陽眼鏡 那你這樣戴要適應 拿到眼鏡的時候 它有特別的提醒 不要馬上戴著 就去做其他的事情 你還是要適應一下 運動啊 開車這種比較危險的事情 尤其是開車 我拿到 我是直接就開下去抖六 怎麼從 沒有 但是我沒有戴著 我就是很聽話 就是在晚上的時候再戴 晚上 不是啦 就是開下去之後我才戴 需要一個適應期 所以如果你們未來有 接觸到類似的東西的話 你們一定要讓自己眼鏡適應一下 你一定會經過這個事情 因為你要跟他磨合 他也說一開始不要戴太久 就是因為可能會 頭暈啊 或者不要 慢慢適應之後 然後我們再來做久 那你現在適應期大概多久 適應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就是不會到什麼 頭暈啊 或是暈眩 你說會寄生蟲的概念耶 不是你 失戀力那麼強 誰是寄生蟲 他嗎 我嗎 雞雞雞雞 操草線 我適應就還好 當天戴其實都很正常 他的這樣的運動工學的技術 厲害的是在於說 你不會覺得說 我今天戴一個地方 你就會覺得說差別很大 或是他太陽沒那麼大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怎麼那麼暗 而且他有加偏光的部分在 所以你就不會說 眼睛會有差很大的差距 但在比賽啊 或是運動上面 我覺得都是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唯一的缺點啦 就是戴了這個眼鏡之後 就是有時候 大家認不出來 我是誰的 沒有差那麼多吧 眼鏡大沒錯 但是你 關鍵你臉沒那麼小啊 好啦 那我們來聊聊 瑋哥的眼鏡吧 我的是比較偏休閒款的 那是他目前強推的 香氛太陽眼鏡 上次的電影片已經進步過了 我還在進步一次 哇 香氛 那他的眼鏡盒裡面 我覺得做的蠻精緻的 真的蠻精緻的 那他有附一個香氛罐 這個是檸檬碼煙草精油 可以聞聞看看嗎 可以 可以打開 裡面是那個 他的 小胖塊 類似海綿 泡棉的材質 然後他蠻開心的附了一個 小鑷子 是99是不是 我怕尾哥都會去比高粱 喂 別這麼喝 那他的香氛塊放哪裡啊 這邊 往下推 就這樣 喔 就落出海綿 就是那一塊 就把他往上推 就是這邊會低高粱是不是 不是高粱 是換精油塊 被開車的地址 聞到 那他這一款是 吹沒有吹過的了 但是 不要讓我講 我挑的是變色黃 因為我開車會戴嘛 有時候可能視線落差 可能進隧道會戴 不用一直拿眼鏡下來 然後他是變色黃 黃色就是會提亮度 可能我開車這樣進出 我不用眼鏡拿下來 我一直戴著 然後他很輕巧 然後他裡面有做直滑的 我覺得 艾德的眼鏡 他們好像很提倡 直滑這一塊 跟穩定性 因為畢竟他們是沒有那種倒勾的 而且運用運動 運動你不可能再戴一些配件 去增加你的負擔 我覺得他是可以戴去打球 我們不知道人家在很吵我 手一臉的時候 衝過去 就是聞到我精油的味道 鼻梁這邊也是做 雞金屬 也是可以折的 他可以更符合你的臉心 就你已經客製化過一次 但是你回來還可以再客製化 這個是什麼意思 給的好嗎 不是的 他講的 因為小微哥講得太開心 他忘記說了 這個相分眼鏡也是一個偏光鏡喔 而且還防霧氣喔 我剛剛有看到你們的配件裡面 好像跟我有點小小不一樣 我還有一個 太大張了吧 眼鏡不... 為什麼你有... 應該是因為我這邊是有 肚子的關係 誒說到這個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打完球之後 怎麼處理 看眼鏡 想知道對不對 請看下集 好啦 先這集直接講啦 打球也好 騎車也好 我們都或多或少 會有沾一些紅塗 灰塵 那有的人看到髒髒的 直接擦 這個時候 紅塗就已經刮傷你的鏡片了 你久了就什麼都看不到了 不是你4E退化 4E太陽已經壞掉了 所以要怎麼做 我們先沖水 水龍頭的水把那個紅塗啊 灰塵先沖掉之後 我們拿 衛生紙 或是 面紙啊 那種比較不會掉毛屑的那種 先把上面的水先吸乾 啊不要這樣擦 這樣輕壓就可以 擦完之後 然後我的習慣是我會 它這邊會有接縫處嘛 我會用吹的 就是把裡面的水逼出來 吹看看 聽起來很髒 我知道就是 這這邊的接縫處 它裡面可能會有 卡一些剛剛的水 用吹的把那些水分都吹出來之後 再把它吸乾 吸乾之後可能還會是 這麼吸 面紙啊 面紙 剛剛面紙啊 聲音越來越大聲哦 神奇了哦 那如果有些指紋的話呢 輕輕的把它們抹掉就可以了 像這樣輕輕的抹就可以了 然後一般來說也是用壓的 它會去把 鏡面上的油脂吸附掉 真的吸附不掉的話 我們再輕輕的去擦拭 它就可以回復到 原本的面貌了 以上就是我對於 太陽眼鏡的 清潔 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人說太陽鏡 能不能沖水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立刻把它弄乾 OK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愛德國際的 太陽眼鏡的開箱 那想要看我們在開箱 哪些的運動相關周邊的用品 或是想要知道我們其他的影片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後去觀看我們的相關影片 那如果真的對於運動光學 或者是運動態能力有需求的 就可以到愛德國際去問問看 台中有門市 在中原南路 然後台北也有在沉德路 OK 喜歡這影片的話 我們再訂閱的話 小鈴鐺 記得打開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你幹很亮耶 紫巴咧 聚光了 你現在是聚光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